加热关注 周四 加拿大通讯安全局发布报告 指中共的黑客活动对国家网络安全构成威胁 另外 美国的报告也证实 中共的电子显示器给美国带来国安隐患 加拿大通讯安全局的报告 对中共的网络秘密活动提出警告 报告中说 中共广泛而激进的网络计划 如今对加拿大构成了最复杂和最活跃的国家网络威胁 其规模 间谍手段和野心都首屈一指 该局表示 中共的黑客行为具有高层政治和商业目的 包括间谍活动 窃取智慧财产 恶意影响和跨国施压 加国这项报告出炉 正值加中两国关系恶化之际 今年4月 加国总理特鲁多指出 中共曾试图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 与此同时 美国帕米尔资讯公司也将推出一份题为 显示器是新电池的分析报告 帮助美国企业和政府实体分析来自中共的风险 报告指出 中共对电子显示器制造业的巨额补贴 会令外国竞争者破产 也给美国带来依赖中国制造关键部件的风险 报告作者之一的麦克·雷诺兹谈到 显示器已经是一种重要的计算机化军事装备 可以帮助士兵在战场中获取叠加的数字信息 在中共的资助下 目前 京东方已是全球第二大显示器生产商 占据了OLED显示器16%的市场份额 新唐人记者张琴综合报道